画面中证明少年随着海浪起起伏伏 大浪一波波打向他 少年似乎力气用尽 周围也没有其他勇客能帮他一把 看起来相当危急 不过这时少年上空出现一架无人机 向他投下一件救生衣 少年用尽力气试了几次 终于扎到并穿好救生衣 没多久救生员骑着水上摩托车 赶到了少年身边顺利把他救起 差点就要溺币的少年如今捡回宝贵一命 无人机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这家西班牙无人机制造商 从2017年开始就和第三大臣瓦伦西亚市政府合作 利用超过30架无人机巡视当地22个海滩 只要发现有人快溺水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投下救生衣 由于最近欧洲天气炎热到海边吸水的民众相当多 但也发生不少溺水意外 据西班牙相关单位统计光是今年上半年 已有140人溺币 比去年多出一半以上 如今有无人机加入 希望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 华人新闻不爱这编译 你好我是宋燕铭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氏主播的官方贴图